好地下艺术空间在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赞助下 除了不定时的办理展览、演讲、工作坊以及艺术家的驻村 每年还会举办两次的聚焦摄影创作的讨论会 广邀在地摄影创作者与专业的讲师一起进行作品的讨论 期盼借此赔礼更多的在地青年艺术家 在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赞助下 位在华联市节约界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不定时举办展览、演讲、工作坊以及艺术家驻村 每年并举办两次聚焦摄影的创作讨论会 邀请专业讲师或驻村艺术家与学员一同讨论、分享创作 主题及拍摄手法不拘 让创作者在讨论会中对自己的作品有更深入的探讨 透过不同创作者所抛出的观点及想法 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好地下艺术空间每年都会办两次的讨论会 所以艺术空间除了做展览、演讲、工作坊 驻村艺术家来之外 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讨论会 那每年会有两次 那办讨论会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还不错 就是因为国家艺术基金会 国益会的补助 叫做专业服务平台的补助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两次 那因为这个专业服务平台补助是摄影项目 所以我们就是广邀在地的可能摄影的创作者 然后为他们办这样的一个 可以跟讲师、专业讲师讨论这样 那这两年就邀了汪小青老师 然后这一次是邀柔惠宇老师 他们都是专业的摄影家 那也希望说透过讨论 其实有一点像是青年赔力这样的概念 就是希望说在地的年轻的艺术家 可以因为这样子慢慢的被赔力起来 讨论会邀请专业讲师 与创作者一同讨论创作的灵感 运用的手法以及拍摄过程碰到的大小事 有创作者拍下继承车运奖的生活 也有创作者拍摄题材较为罕见的家人互动 也有创作者运用浓烈色彩 让讲师们感受到青年艺术家的无穷潜力 但都期盼借此陪利更多青年艺术家 激荡更精彩的作品 有兴趣参与的民众 可关注脸书粉丝页 好地下艺术空间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